牠給你放水 這邊都一到就超重 這一管是牠的養豬廢水排出來的 還是這麼黑 牠牠排出來的水就是像現在黑色的黑蜜也黑 養豬戶有很多牠都偷排暗館 然後直接偷排到我們的農田裡面去 那你看到流出來的是鹽汁鹽味的豬糞尿 牠照牠照牠照牠的 口意呢 那就是心靈上控制不住 就像一個人敵不過三吋吹吹 那這樣的口意 我愛養的 我愛鹽的 我愛肉的滋味 我愛魚粗的滋味 只是呢 在那樣的短時間的感覺 感覺 開口就吞食動物蜜 能感覺多久啊 動物也是要呼吸啊 動物也是排泄啊 養動物的地方呢 就是那樣的無難 有些人在轉述一位師姑說 他五百個素食便當 就可以救下三十八隻雞 還有一隻豬 那我們護理部有一千人 那如果換算起來的話 我們去推動日食一餐素 一年呢 我們就可以救下了二九二零零的生命 這疫病的根源 就是我們對於眾生 這真的是不夠尊重 這我們一定要推述 來了來了 你們的晚餐來了 乾溫啦 叫好大家 因為這幾天來應該 急診室相當的幸福 你充滿了愛心菜色也比較好 會穿整套隔離衣進去 那個悶熱其實很不舒服 在這個時候吃一些素食 那個比較清淡一點 大家都認為 對自己的身體 那個負擔減少很多 我們的醫療 都是如素的 在便宜啦 只要在便宜用餐的 都是送素的 看到了醫療體系呢 這個時候 需要人人健康 面對著現在的疫情 都是呢 挺洗胸來 自己呢 彷彿好 對於病人 我們是用愛的 呵護 好可愛喔 爸弟弟 我們第一次收治 這麼小的小朋友 這小朋友是要人家照顧 他媽媽又不能進來照顧 換了一個新環境 然後又沒有最親近的媽媽在身邊 所以 對小朋友來說是個壓力 然後對我們的照 對我們的護理人來說 其實也是個壓力 送好幾位病人全力出院 其實這對我們來說 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在TPE裝備上面寫加油打氣的話語 鼓勵他們 能夠讓他們感到開心 我們的付出也是相對值得的 善良的心 彼此互動 彼此勉勵 人人是菩薩 愛 彼滿地 我們呢 情要 彼該長空 所以海闊天空 都是乾淨 這人就會平安 才能風調一順 阿富百八一千 主席打疫苗 文旺欣 所以就我們無期要去 來當一工 謝謝 有了虔誠 無私的愛 這個地方的人間就會平安 遠離災難 謝謝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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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好開心